在砂糖礦裏我們會經常提依曲圖 我們所有的行為是表面那一層意識 這4%是我們大部份在24小時裏 一年3.65天長期運作的 但我們不知道真正影響我們所有的運作 是下低潛意識的部分96% 但當你能夠有意願有勇氣潛下去 到底你的行為下面所有的情緒是甚麼呢 你上面的行為就會改變了 以我自己為例 每一次將自己的行為背後的情緒曝光 我對那件事的看法馬上沒有了 例如我對白對男人不負責任 男人不可以相信這個看法改死了 我的工作我的金錢完全兩件事 我告訴你這是我的親身經歷 以前我找多少最最後都是零的 但當我第一次將對爸爸對男人 這麼核心的想法曝光 當然我愛情一點都不好受 我會經歷我小時候 我會經歷我小時候兩歲的小朋友 我會經歷那件事 我有多傷心、有多痛、有多害怕 我從小到大都不哭 但在那件事裡我哭了一個小時 我一個兩歲的小朋友不停哭了 整天光誠我只在說不要哭 但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做了甚麼 但將前面的情緒一步曝光 我終於在過程中體驗到 原來我真的一直撿著這個情緒 把他離開,我很害怕 這個很害怕的情緒 就一直破壞了我所有建立的東西